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土豆和香菇 翻炒均匀 倒入适量的开水 搅拌一下 放冰糖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焖煮 6.收汁差不多的时候 放轻红椒 翻炒至熟 放适量的盐 即可 3.杯鸡 食材 鸡腿肉 酱油 生抽 罗勒叶 料酒 冰糖 葱 姜 蒜 盐 1.鸡腿洗净斩见罗勒洗净摘下叶子备用姜蒜切片 葱切末 2.炒糖色 锅热油 放入冰糖小火煎至融化成焦黄色粘稠状 3.锅里热油放入姜蒜爆香 然后鸡肉下去翻炒直至变色烹入料酒 倒入炒好的糖色 加酱油 适量盐煮15-20分钟 4.大火收汁 倒入罗勒叶翻半勾火芡 出锅前撒点葱花即可 栗子烧鸡块 4.带壳栗子 鸡肉 干辣椒 蒜泥 生姜 小葱少许 料酒 细砂糖 酱油 鸡精 做法 1.栗子去壳 用热水浸泡数分钟去掉里面的 1.鸡肉洗净切成块备用 2.锅烧热放入适量沙拉油把蒜泥 生姜末 2.干辣椒末爆香放入鸡块翻炒几下 放入少许料酒继续翻炒几下 3.依次再放细砂糖 酱油 栗子翻炒几下 4.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用大火烧开 水没过鸡肉为准 4.再转中火收汁 放入少许鸡精 汽锅装盘 撒葱花即可 4.电锅焗鸡 1.鸡去毛开糖 去除内脏后洗净最好购买 已经处理好的清远走的鸡或三黄鸡 用2汤匙料酒 1汤匙老抽 1汤匙盐调匀 均匀地抹在鸡身内外 再在表面撒一层迷迭香香草末 1.将整纸机装入保鲜袋中封口 冷藏腌制6小时以上 2.电饭包内壁刷一层油 将洗净的葱和姜片铺在底层 3.将腌制好的鸡整纸放入电饭包 表面再附一层姜片和葱结 4.合上电饭包的盖子 按主饭键 待自动跳转为保温模式后将鸡翻面 再按下主饭键 再次跳转后即可出锅 注意 选用稍微小一些的鸡 鸡肉相对较嫩 也可以整个放入电饭包中 葱和姜不可少放 否则鸡肉会有腥味 倒口烧鸡 新鲜童子鸡一纸 姜葱蒜各少许 刷皮料 蜂蜜 卤料 A 料香味 草果 花椒 干草 八角 桂皮 沙仁 豆蔻 丁香 小茴香盐 味精 糖 生抽 清水各适量 1. 童子鸡宰杀 收拾干净 沥干水分 擦干表皮 2. 将蜂蜜均匀地擦抹在鸡皮上 晾干后放在铺了锡纸的烤盘上 入预热的烤箱内用上火 180度烤至一面上色后 翻面把另一面也烤上色 5. 清水倒入锅中烧开 放入爱料 烧开后加入盐 味精 糖 生抽 姜 葱 蒜慢火熬煮1小时 6. 打去渣子 放入烤上色的鸡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炉2小时 关火后浸泡1小时 吃时热开即成 5. 黄焖鸡 土工鸡1只约1500克土豆块 腌笋条各依50克自制豆瓣酱60克 红花椒10克老姜片 20克蒜拌50克紫姜片 青红椒结 蒜苗结 干小米椒 海椒面 八角粉 味精 鸡精 料酒 香油 花椒油各适量菜油 自制红油各150毫升 1. 将土鸡宰杀至净后 蘸成块 2. 锅入菜油和自制的红油烧热 下老姜片 蒜拌 红花椒和自制豆瓣酱先炒香 再加入干小米椒和海椒面 炒匀 随后放入鸡块边炒边加入八角粉和料酒等倒入高压锅上火压至鸡肉软熟时 离火待用 3. 炒锅入沙拉油烧热 下子姜片 青红椒结和蒜苗结炒香后 才倒入高压锅压好的鸡块 并放入事先煮好的腌笋和土豆块一起翻炒 3. 出锅前倒入鸡精 味精 并淋入香油和花椒油 装盘便好 4. 辣子鸡 鸡肉 花椒 干辣椒 大蒜 1. 鸡肉切小块 鸡块不要太大加盐 鸡精 白酒 辣椒面 5. 腌制1-2个小时 2. 腌好后加入少量的淀粉 锅里倒入 油 油到9成熟放入鸡肉 炸至肉饭红 捞出 3. 倒入油用铲子 一铲子油就好 放入辣椒 花椒 大蒜 生姜 葱段 小火翻炒至倒入鸡肉 翻炒几分钟 装盘 3. 盐菊肌 三黄肌 八角 葱 姜 姜 鸡粉 盐 1. 三黄肌清除内脏洗净后沥干水分 葱切成小段 将切片备用 2. 用部分盐菊肌粉均匀地涂抹在鸡肚子里 再将八角和一部分葱段姜片塞进鸡肚子 3. 将剩下的盐菊肌粉涂抹在鸡的外皮上 要每个地方都涂到 腌制一小时 4. 电饭包的锅底部铺上一层葱段和姜片 然后把腌制好的三黄肌放入电饭包 借通电源按下煮饭档 5. 10分钟后电饭包自动跳到保温档 不要打开锅盖 继续保温5分钟 然后开锅 5. 将鸡翻面继续按下煮饭档 再煮10分钟后保温即可 5. 土豆烧鸡块 5. 鸡半纸 土豆两个 油 姜 蒜 料酒 生抽 老抽 豆瓣酱 糖 1. 鸡洗净 半纸煲汤 3. 另拌纸切块 灼水 土豆去皮 切块 2. 锅热后倒油 放土豆 用小火煎至两面焦黄 盛出 3. 放姜 蒜爆香 放鸡块煸炒 大火炒5-6分钟 使鸡块的水分基本炒干 4. 加料酒 生抽 老抽上色 加一点豆瓣酱 糖 翻炒均匀 加水 焖10分钟后 放土豆 焖20分钟后 调味 收干汤汁 即可出锅 4. 土豆先煎一下 焖的时候不容易变形 鸡块先炒一会 比较香 5. 紫浆茶油鸡 5. 鸡块300克 姜片 榨茶叶 芹菜结各少许 5. 调料 5. 盐 鸡粉 生抽 广东米酒 二汤 山茶油各适量 1. 鸡块洗净 放入废水中煮去血水后倒起 用生抽上色 待用 2. 烧油至六成热 下入姜片与鸡块过油入色 倒且沥油 3. 热锅 放入山茶油烧热 下入鸡块 姜片爆香 溅入米酒 咬尽适量二汤 用盐 鸡粉调好味道 不断翻炒至汤汁收干 出锅装进已烧热的包在内 撒上榨茶叶 芹菜结即可盖上盖上菜 3. 石板青椒鸡 1. 将仔鸡300克剁成丁 放入油锅里干边熟透 捞出待用 2. 锅入油烧热 下青花椒20克 姜末10克 蒜末10克 青小米椒20克 红小米椒10克 二斤条辣椒150克炒香 3. 放入仔鸡丁 调入味精10克 鸡精20克 盐3克 胡椒粉3克炒匀 最后淋入香油5毫升 和花椒油10毫升 装盘即可 3. 粉蒸鸡块 鸡肉400克 糯米粉50克 姜米酒25克 姜5克 大葱15克 酱油15克 盐4克 胡椒粉1克 味精1克 1. 将鸡肉洗净 用刀面把肉拍松 切成块 2. 葱 将切碎细 3. 鸡肉块装在碗内 加上姜米酒 姜末 葱末 精盐 酱油 胡椒粉 味精拌匀 腌两个小时 使之入味 4. 取大蒸碗1克 用米粉垫底 将腌好的鸡肉块连至放入 再加入高汤200克拌匀 入体 架在水锅上用旺火 废水 足气蒸1个小时 5. 蒸至酥熟 取出即可 5.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5. 蛋糕 зач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